在两岸关系上 一直有个闹不开的名词九二共识 而这个九二共识的实质就是创造性模糊 以便于各说各话而又不失破脸皮 在2016年的第一任就职演说中 蔡英文虽然没有明确地实验九二共识这个名词 但却也扭扭捏捏地表示 1992年两岸两会与持相互谅解 求同从毅的政治思维进行沟通协商 达成了若干的共同认知与谅解 我忠重这个历史事实 可到了今年的就职演说 蔡英文再也没有提到与九二相关的直至片语 与此相对应的是我们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也没有再同晚年一样提起九二共识 我想这就是两会犯在了五二零后召开的原因之一 等待台湾方面表态后 我们再表态 两岸今年达成的最大共识 就是不再以九二共识作为政治谈判的基础 事实上九二共识原本是该由我们主动放弃的 因为谈判的基础是实例 九二共识最初是在2000年提出 为首次执政的民进党量身定做的 就经20年过去了 我们的综合国力相比20年前翻了多少倍 什么还能够再拿着20年前的剧本唱戏呢 因此蔡英文这次主动的换剧本 是我们也随之更换剧本的绝佳良极 不仅如此 至1983年以来的历年的政府报告中 涉台内容都会有和平两制 要么就是和平统一 要么就是和平发展 唯独今年是首次没有和平二制 还是同样的道理 当初我们的综合国力不够 要统一只能是和平统一 如果采取非和平的方式 统一固然是也能统一 可是那样付出的代价太大 尤其是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大局 而今天我们的综合国力强大到这种程度 与台湾的实力悬殊到这种程度 是该考虑一下 如果和平统一不了 我们该怎么办的问题了 是不是还有非和平的方式可以考虑 即便考虑了后也不一定要用 但适当的考虑还是应该的 至少不能够让人家以为你考虑都不考虑 如果连你自己都不考虑 那对方就更不考虑 他们会更加的有恃无恐了 对吧 可是你在考虑这事该怎样的告诉对方呢 毕竟这是件伤感情的事 怎么才能说得出口呢 最好的办法 就是在对方伤你感情的时候说 这几天舆论的焦点都在港版的国安法上 其实这个法律早就该有了 为什么一直没有 无非还是要考虑香港人的感情 考虑英美人的心理现在好了 香港人闹得最恶劣的一幕 我们也已经看到了 美国人做的最恶心的事 我们也已经看到了 我常说 组织无能 类似工资 随着海外疫情的持续爆发 工资的话语权正绿域的衰落 要为组织解释变白 也越来越无力 尤其是当特朗普本人都使用了中国病毒 这样的质言后 工资们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 他们说的越多 反而越能够争强国人的同仇敌开 因此 当中美夫妻论彻底的破产后 我们反而变得更强大 反而不再害怕别人用离婚做要挟了 反正再难听的话也已经听过了 再难看的事也已经看过了 又能怎样 无非就是经济制裁嘛 中国又不是没有被制裁过 闹到这一步 美国能够使的手段也早就使出来了 推出个港版国安法 不会让他的手段增加 不推出港版国安法 也不会让他的手段减少 香港回归至今快23年了 这23年的历史发展证明 虚目多半热 姑息长养间 其实是在大飞 大势面前 再也拢不得半点的瞻前顾后 务必要正本清云 这些年来 台湾有一句口号非常著名 叫金律香港 名律台湾 蔡英文两次赢得大选 最主要的诉求都是这句话 我觉得这是句非常非常 有洞察力的天才口号 他天才就天才在 他为主国统一 指明了方向 我们唯有用铁腕治理金律制香港 才能够用铁腕收复名律制台湾 港独势力将面临全面的清除 这是我们战略反击的开始 也仅仅是开始 战略反击什么 就是通过立法和行动 彻底的清除美国扶持的中国独立势力 彻底的清除美国在中国扶持的势力 港独和台独是联动的 台湾一半的出口贸易 要经过香港转口 要么输入到内地 要么输出到国外 而且台湾提出决战境外的战略口号 绝不是喊喊而已 而是台独势力在执行超限的战略 想在大陆和香港玩决战境外 将战火引向香港和大陆 看看香港的那些黑衣人打扎抢 像不像台湾街头革命的模式 不只是像 恐怕港独的真正大本音就是台湾 难怪黄志芬经常的到台湾活动 获得直接的支持 以国家安全法为依据 全面的亲力抓捕港独分子 将使得台独势力更加孤立 有利于我们武力收台 使台独势力信入吐石湖北的哀鸣之中 港独分子毕竟没有武装力量 所以还轮不到动用国家反分裂法 用国家安全法 用警察对付注意 国家反分裂法 那是针对台独势力来量身定做的 动用的是人民解放军来清除台独势力 在美国不敢军事干预的情况下 无力收台怎么收 我认为对外岛采取天津模式 数战数决 一天可以全面的收复 对台湾本岛采取北平模式 以战逼降 规定三天投降 否则全面登陆 以战评判台独势力 台湾外岛分三块 第一块是金门马主 金门和马主离祖国大陆最近 火炮都可以完全的全岛的覆盖 所以可以限定投降时间 第二块是澎湖列岛 澎湖是台湾本岛的最大屏站 也是海军的主要驻扎地 邓成功和清朝的康熙手台 都是取得澎湖后台湾投降的 第三块是东沙岛和太平岛 东沙岛是台湾海峡的南部门户 也是巴士海峡的门户 也是台湾进出口的重要的贸易线海上通道 所以拿下东沙岛和太平岛 台湾的高选岛基本无防御了 个人觉得这三块可以设成三个战场 同时的发起攻击 一天收复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全力地攻击台湾本岛 三天内一战逼降 否则登陆清角 台湾虽然有几十万的首岛部队 但毕竟都不愿意使 也没有必使之心 台军是国民党军延续而来 不可能为台独卖民 台湾防务部门严德发在质问 是否为台独而战时 脱口而出说不可能 可见台军中很多人是在等待立功给予 这可是轻史流民的所有的台湾的军政人士 该为自己和家族的未来早出路了 无力地攻占台湾本岛最好是北平模式 否则打烂了最后还是我们来建设 所以收台分两步 第一步是天津模式 数战数决收台湾外岛 第二步是北平模式 最好以少占或者不占的方式 和平解放台湾本岛 以上是个人的一些思考 请供大家参考讨论 从全局上和根本上来看 解决台湾问题的钥匙 在处理好两岸关系 台独没有出路任何的邪然质重 企图依靠外部势力支持谋求台独 除了让台湾社会付出更多的代价 不会有任何的可能和机会 台湾的前途在于两岸的统一 我们希望这个过程是和平的方块的 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 是时间的问题 这是任何国家无法阻挡的 台独分裂活动 不会改变最终统一的结果 这样做只能够使台湾 在重新的统一实际发生时 更加痛苦 遗憾的是 这种增加统一时痛苦的事 有些人仅天天的都在干 我们有什么事情 我相信是等于 找 Cristwin 或者是 我们能够留支配下 海拔浙人的开架 有些人之间那种 有些人理性的 根本都在做 靠梦 的 都在干脱了 航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